美国第二大电照车平台乃夫特上周五挂牌,开始升了两成,收市价格招股价高出8.7%,但上市后第二日,已跌破72美元的上市价。 市场有很多分析,例如说,它虽然有高增长,但去年亏损9.1亿美元,比起波的18亿美元也只是50步笑百步而矣。 不过,照我的看法,这其实是一个结构问题。这些新经济公司,在上市当日,价格已经太高了,现在回想一下,究竟创业版为什么会成立。 我,原来是当局有监于新经济发展迅速,但是中小型新经济公司集资困难,因而吸他们一个集资渠道。 这道理明明说得很好啊,为什么最后行不通呢? 正常增长也许还有预造预需更多。 原来是因为现时有着很多的创投基金,专门投资这些新经济的初创公司。 只要初期经营良好,不愁没有资金。 因此,在以前,很多初创公司需要在股票市场集资,换取更多的资金。 例如黄安电脑,苹果电脑等,都是如此上市的,可视。 现在有了创投基金,它就不需要股票市场了。 佳因去创投基金,不但给上市容易,而且不用花上市成本。 多快好省得多了。 因此,一家新经济公司,通常要等到高峰奇才上市。 以免被股民分薄利润。 好心得,可能会留下最后一针,让股民赞丁点前。 但是坏心长得,则甚至可能是在形势最不利时才匆忙上市。 总之,二十年前还有股王。 但在今日,还有没有新股上市后。 还爆升得正常增长也许还有。 但愈造愈衰的就更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eize describingiary手数 inevitablyед